我参加这个叫做中共百年 百年中共光传媒组织这个活动 这个100小时的 是个壮举 这个同时我也要告诉大家 还有另一场活动 也在筹备正在举行 就是李静静 还有冯崇玉教授 还有吴作来先生 还有安娜也参加了 就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写作计划 并且也准备开一个讨论会式的 这样一个形式的一个网络会议 就是讲到西方左派 左派霍华百年 或者是西方左派对中华 民族的祸害 对中国的祸害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个我们在谈到中国 中共百年的时候 我想也不要忘记了 这个中共百年是怎么崛起的 当然有各种各样因素 有当时苏联的因素 但是其中很重要一个因素 就是西方左派 从帮助中共夺取政权 一直到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 帮助中共走向国际 帮助中共崛起 一直到六四以后 这个挽救了中共的危机 这都是西方左派干的 这个西方的左派 对中共的对中国的危害 我看也是 也是相当大相当严重的 也是 或者用这个说的不好听点 做恶多端 如果我们谈中共百年的时候 不解决不谈这个问题 我觉得恐怕欠缺了一个方面 我觉得冯从毅教授 李进进他们 他们来谈到这问题 他们很敏锐的感觉到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 现在中共百年 正举行纪念活动 这个百年的时候 我觉得中共 它没有任何收敛 而且是更加疯狂 在国内 这个对异议人士的镇压 对新疆西藏 内蒙古的少数民族的镇压 变本加厉 特别是西藏 面临着 很快就面临一场大毒杀 这样的 另外在香港 现在香港走得比中国大陆 这个不算更加激进了 他已经实行警察治港了 这个最近那个镇压 这个苹果日报的那个人 身为这个叫行政长官 不是行政长官 叫行政政务司司长 已经走向警察治港了 苹果日报的事情 这个被一个香港 唯一的一个坚持新闻自由的 这样一个旗帜性的一个报纸 活活的被砍掉了 那么这个西方呢 有什么动作呢 我们看到西方有很多谴责 有很多呼吁 苹果日报被停开了以后 基本是被取缔了以后 那拜登也发表了 觉得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件 是个悲哀的一天 但是我们看不到 和以往一样 看不到有任何的行动 我敢断言 这个百年 这个中共百年纪念日过了以后 中共会变本加厉 变本加厉 上个星期五啊 美国国会啊 这个众议院两党 通过了一个议案 这个说是中共百年了 不是庆祝的理由 而是应该是 反省自己罪恶的时候 这个列举了很多 中共百年来啊 这个一些罪行啊 包括这个1949年以前啊 包括以1949年以后 从政反土改反右等等啊 文化大革命啊 大西荒啊 但是呢 要求中共反省 这完全是以虎谋皮了 是啊 提不出任何 中共百年以后啊 这个如何的解决中共的问题 他提出了 希望以后不再见到 中共百年的纪念活动了啊 你光提出这个没有用啊 他101年 他照样 7月1号照样纪念啊 因此我觉得西方啊 在这个时候中共百年的时候啊 也应该提起来 怎么样解决中共的问题 而我们现在看到 在美国啊 这个仍然是 林拜登政府吧 他最近呢 声言呢 因为跟欧洲啊 这个盟友的关系 已经恢复了啊 还有其他一些国家 日本啊 这个等国家 这个恢复了 他现在要跟中国啊 谈恢复关系的问题了 我不知道将来会谈到什么样子啊 这个 如果 美国在中共百年之后 不采取有利的措施 结束中共 如果美国不出现一个 里根是这样的一个总统啊 就直言的 在柏林那儿演讲啊 要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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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尔巴乔夫啊 啊 你要推倒这种墙啊 并且以实际行动啊 比如说星球大战计划 跟撒切尔夫人啊 硬是把苏联呢 东欧社会主缘拖垮了 没有这样一个总统出现啊 这个如果任由西方这种 绥靖主义政策延续下去啊 啊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中共一百年了 说不定他在 将来啊 还要庆祝一百一十年 一百二十年啊 那中国人的苦难是无穷无尽的 现在在美国啊 这个 呃 我的感觉啊 这个美国啊 比如大外宣吧 渗入到美国各个角落啊 啊 所有基本的领域了 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啊 还有各个 呃 各个这个 这个CN啊 NBC啊 CBS啊 这些个大的电视台啊 他们都跟中国做生意啊 他们的老板都跟中国做生意啊 是不是啊 现在中国啊 在美国啊 你要谈啊 这个这个美国的左派问题啊 谈对中共的这个这个 这个制裁啊 制约啊 也是容易走入政治不正确啊 啊 这样 我的感觉 比如我在旧金山啊 我感觉还是生活在 呃 像跟中国生活的 差不了太多啊 差不了太多 是吧 你也不敢公开谈论这个 目前的啊 这个美国对华的政策啊 有哪些不妥啊 啊 你甚至更敢不敢对比啊 跟以前的这个总统啊 进行对比啊 啊 你这样的话 你就会被说成这个那个的啊 这个我觉得也是 也是一种思想上的 一种恐惧吧 一种恐惧 呃 现在你看还有个现象啊 就是最近逃亡出来的很多香港人啊 他们参加在美国的集会啊 在美俄集会都蒙着脸啊 不敢报名啊 旧金山有几个香港人的组织啊 有的组织啊 只是用代号啊 没有真名字的了 他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啊 都戴着口罩蒙着脸 戴着那种帽子啊 那种帽子啊 在美国都这样恐惧啊 啊 这个 这到底是谁的耻辱啊 是吧 这个美国到底为什么这样 来到美国还这样恐惧啊 这美国成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 如果我们谈中共百年的时候啊 不要忘记 来谈一谈 美国左派 美国这个 这个 这个 一百年来啊 对中共的扶植 从抗战开始啊 一直到这个国共战争啊 一直到以后的美中建交啊 包括六四以后 中共濒临最困难的时候 美国救了他一把 那老布什派人 最早派人秘密访问中国嘛 对不对 啊 这个 来缓解了 来挽救中国的危局嘛 这样的 不要忘记谈论这个东西 如果美国的问题不解决了 那中国啊 他仍然还要继续升纹下去 只有西方世界觉醒了啊 一致的 出现另一个像里根总统时代那样子的啊 一致的对东欧 苏联东欧集团的 这个发力啊 我觉得中国问题啊 才有解决的希望 这个国际的大环境啊 才能够形成 才能形成 这个拜登政府 当然现在大家都很称赞他啊 在围堵中国啊 但是你不要忘记 拜登他并不想结束中共的统治啊 他是要跟中国竞争啊 而不是要结束中国的统治啊 他是要结成一个竞争的关系啊 这个 那这样美中关系的未来啊 我们也觉得 要有研究的必要啊 也有必要担心啊 我是29号吧 也要要继续参加这个会议 我也想在那会上啊 能够能够就这个问题啊 发个言跟大家一起讨论啊 我觉得百年中共啊 中共百年这个 如果把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啊 和西方世界跟中国的关系啊 列为我们讨论一个主题啊 应该是是有益的啊 有益的 我也希望大家关注啊 这个这个李静进啊 冯教授啊 还有这个夏威夷大学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教授啊 哎呀我现在年纪大了 记不得名字了 还有吴作莱先生啊 他们开展的这个活动啊 还有复兮秋牧师啊 他们参与的这个活动 大家关注那个活动啊 我想对于这个 整个的这个 中共百年的 这个讨论啊 是有益的 好了谢谢 给我的时间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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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